By Creative 创用CC Creative Commons 科技的发展 特别是网络 将创作与利用的门槛 降得极低 像是刚刚那些事 很多人都常常做 导致我们滑鼠点一点 手滑一下行动装置 彼此随时都有侵害权利的风险 而当我们在分享别人的创作 或是拿别人的创作来改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别人拥有著作的权利 而当他们保留所有权利的时候 我们想过利用这些著作的风险了吗 因此分享别人的创作 拿别人的创作来改 都得考虑授权 除非你有把握能够合理使用 著作权法的原始初衷 除了保障著作人的著作权益 还有调和社会公共利益 以及促进国家文化发展 所以法律里面也有限制著作权的条款 而当著作的利用行为 符合合理使用时 并不算是著作财产权的侵害 这些合理使用的状况 多半是一定程度内的利用 或是符合社会公益的目的 尽管现行法律里列举了一些 合理使用的样态 但是合理使用的行为 还得通过合理范围的检验 像是是不是有盈利 有没有市场价值 利用的比例 原因等等 对一般人来说 理解这些考量 已经很困难 还要再加上解读与判断 要有把握 实在是难上加难 除了合理使用之外 使用别人的著作 所面临的状况 不是侵权 就是获得授权 要百分之百 没有风险 就一定要有 权利人的授权 没有获得授权而侵权了 被作者或权利人发现 接踵而来的 就是关于侵权的法律诉讼 甚至要遭受刑罚 或是要面临赔偿和解金的局面 如果要获得授权 双方还需要谈妥 受权利用的地域 时间 内容 以及利用方式 等等事项 需要注意的是 权利人 有可能是作者 也有可能是 聘雇他的人 或是从他那边 受让权利的人 这是一份 还算简单的授权合约 其中包含 授权的用途 期间 以及区域 当我们想要取得 国外著作的授权时 比如说 想要翻译成中文发布 就很有可能 碰到这样的状况 刚刚举的例子 还算不那么困难的 一般人要走授权的路 实在不容易第一次就上手 如果不是很熟悉 授权流程 忙了又忙 问题不见得解决 反而在过程中 容易因为手续太繁杂 而放弃 看看授权的过程吧 从考虑 要不要取得授权开始 然后 如果没有任何 制式授权的方式 得要先联系到 权利人 再来 要与他或他们 协商授权的条件 在拟定授权契约的 来来回回之后 最后才有机会 签订授权契约 这个流程 不要说不熟的人了 就算是很熟的人 都可能会考量 成本效益不符 而不见得 愿意寻求授权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